日本防卫省下达新规 为何说是被中国逼得心理交瘁 吴大笑在四年前说的一句话如何一语成衬 据观察者网报道 近日日本防卫省做出新的调整 宣布将减少空次应对东海等海域 应对中国战机而紧急升空的次数 将不会每次发现中国战机飞底附近 就派出战机半飞 据火器 因为中国战机出现在日本周边的次数与日俱增 日本空次的部署已经很难应对了 根据报道 实际上日本空次方面也经常大到苦水 每次中国军机过来 他们就要去半飞 回来后还没睡个安稳觉 中国军机又来了 没办法 解放军的飞机要比日本空次多得多 空次实在是应付不来 而且这两年 中国军机不但自己过来 还会带一些朋友 像2019年与2020年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空军 都进行了轰炸机联合巡航活动 而联合巡航的地点就包括日本海 这也让日本人心里焦脆 有意思的是 这次新闻下 日本的态度也让人想起几年前的一则消息 在2017年3月份 我国的辽宁号航母 携两艘护卫舰 与一艘补给舰舰穿过公国海峡 驶向太平洋 当时整个日本可谓是过于应激 日本防卫省直指中国航母穿过日本岛屿附近 是在蓄意制造威胁 而在其后的国防发布会上 我国的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 就这件事给出回应 并且说出了一句名言 当时吴谦大校面对国内外记者霸气地表示 日本总喜欢炒作中国军队正当合法的训练活动 依我看是心态还没调整好 心病还没有治好 也许是以往中国军舰过公国海峡过得少了 那么今后我们多过几次 日方习惯了也就好了 让日本人习惯就好这句话 在此后也一直被网友们津津乐道 怎料四年后这句话竟一语成衬 这几年来中国的海空力量得到快速发展 辽宁号在这之后也多次经过公国海峡 而且我们的国产航母也服役了 此外中国航空部队在周边海域巡视的频率也大大增加 以往我们的军机军舰现身日本领空附近 经常被日本人拿出来炒作一番 并且每次都要派出战机去一探究竟 甚至我们也因此把日本空字称之为我们的御用摄影师 如今我们的军事行动愈加频繁 战机军舰路过日本周边也成为常态 因此日本空字也当孽了御用摄影师 这次幸归的出台说明日本自卫队竟真习惯了 当然对于咱们中国人而言 这样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我们也并不稀罕去日本周边转悠 对于很多中国网友而言 他们最喜欢见到的是中国的军机与军舰去关岛 夏威夷 美国西海岸以及加勒比海附近转悠 毕竟我们对大洋彼岸的风光更加在意 啥时候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能习惯 我们才能满足 海南局势在变 解放军频频出招 该进行052D驱逐舰快速列装突 就这样美国还打算实陣 能招架的过来吗 近日在央视军事的报道中 中国再次悄悄服役了一艘全号为123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 并且已经展开了各项训练科目 以达到在最快的时间形成战斗力 这艘服役的052D驱逐舰目前正在参加北部战区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的为期五天的海上训练 从整体船身上看 这艘舰船应该是后来改进版本 人称052D-I-2 目前这应该是我国服役的第四艘这种改进型号的052D导弹驱逐舰 这种改进型号在船身上加长了4米 能够为G-20直升机提供起降空间 并制作了起降甲板 这样做不仅让G-20深入到了海军舰队使用 同样也为这样中小型舰艇提高反潜能力 让我们中小型舰艇拥有足够的作战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演习训练中 不仅只有123的淮南舰 还有121的齐齐哈尔舰 122唐山舰 以及056A张家口舰的深影 虽然只是一个短暂的五天训练演习 但从各种新闻报道综合来看 解放军如今在黄海 渤海 南海等地区 部署动作开始加快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北部战区 出动的改进版052D导弹驱逐舰 开始进行战备外 南部战区也是动作频频 在南海开展了各种演习 出动了052D银川舰 还有其他驱逐舰 补给舰 两栖登陆舰等等 以及更撒的轰6掩护96A绿海狂飙 三军联合突击南海 歼16携带霹雳15 更是直接亮相台海上空 可以说是意图十分明显 为什么不声不响 中国就开始频频出招呢 首先南海 渤海 黄海 东海等 这一大片海域 都是中国接壤的海域 而美军虽然是在南海行动频繁 但是联合周边的那些个国家的动作 可就没停过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些地方中国自然不能忽略 当然话说回来 美军在南海航母打击群 数次自由进出 更是双航母联合演练 制察机更是两个月来往超145架次 而且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主任 胡波先生所言 就美军最近这段时间的动态来说 航母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十分频繁 很可能和美军的最新部署方式有关 从2020年开始 美军就不再像从前一样 按部就班的巡航 而是一直在训练动态兵力部署 实战部署意味加强 也就是说 美国已经有实战的打算了 目前不过是一些前期准备 不过之后究竟会不会真的实战 就要看解放军是如何应对了 所以最近解放军的动态 才会如此频繁 一来阵前摸枪 二来警告美国 一旦开战 美国也没有好日子过 美军新的亚太计划曝光 处处针对中国 甚至要用各种盘外招 逼中国放弃统一 这真的会有用吗 据环球网3月4号报道 近日 美印太司令部向国会成交了一份 名为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文件 该文件指出 希望国会在未来五年内 向美印太司令部 额外拨款273亿美元 而这笔军费将被用于遏制中国 这份文件也曝光了美军在亚太的新计划 可以看出 中美在亚太的博弈将会迈向一个新高度 在太平洋威慑计划中 规划了美军未来在亚太地区 应对中国崛起的策略 主要包括加强美军在印太的防御 监测 打击与后勤体系等 并针对中国弹道导弹的发展 建立覆盖亚太的导弹防御体系 说白了 就是利用军事上的压力 让中国感到压迫感 据印太司令部司令戴文森直言 此举就是要让中国知道 使用武力达到目标的代价实在太高 因此不要试图使用武力 除了军事上的恐吓 美国针对中国的策略还包括 加强与美国盟友的联系 并将中国设定为假想敌进行宣传 从而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挤兑 简单来说 为了逼中国主动放弃统一 美国人妄图使用各种盘外招 而从过去 美国针对中国在贸易 科技以及外交上的打压 都已经说明这套计划已经酝酿多时了 不过环球网也提到 实际上 这份太平洋威慑计划 与过去奥巴马时期 制定的欧洲威慑计划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当时美国也是花费220亿美元 用于在欧洲针对俄罗斯 也是希望采取各种盘外招 让欧洲各国与俄罗斯产生间隙 并且在欧洲加强军力来威慑俄罗斯 从而达到进一步削弱 甚至是肢解俄罗斯的目的 不过就目前情况来看 欧洲威慑计划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 美国人要耍什么样的手段 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那得看他们自己的本事 但是要让中国主动放弃统一 只能说一切免谈 现在是2021年 不是1840年 在70年前 美国人也不相信我们敢出兵 但却等来了百万大军过鸭鲁江 战后彭德怀元帅直言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 就可霸展一个国家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美军这份太平洋威慑计划 与过去西方列强在东方海岸架炮 或者集结所谓的联合国军 妄图将战火烧到中国的家门口 有什么不同 现在的中国人可不是好欺负的 我们并不好战 但也从来都不畏战 我们可以不用武力 但历史一流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动不动武取决的不是我们 而是对方 但不管怎么选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